哇,这个沙真的很细 大家好,我是Selena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修整了一个晚上呢 我们现在来付钱的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来停这个RV的时候呢 没有付钱的 对,我们今天来就把今天跟明天的钱给付了 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停留两天 我们等一下去白沙公园 这个就是外面RV Park的样子 我们从营地到白沙国家公园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刚走10号然后转70号往东 现在前面可以看到那个路呢 我们等一下是要爬山上去 可能要绕过这座山 三分说只要不拖车 再高的山都没关系 是不是 所以要拖车的话 那个爬大山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现在开着空车呢 就不怕啦 哇,那个山蛮高的 我们要爬上那里去 哇,我们上来到最高点 远处旺区是这样 很美耶 哇,很特殊耶 刚爬了一个坡上来 你看下面 我们就在吃高点 看前面的风景 好吧 我们刚刚一路过来 前面 后面 都没有车 车非常的少 从这里旁边就可以看到 你看它那个沙都是白色的 上面还是有长植物耶 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你看这附近 你可以看到白色的沙 现在经过这一区呢 我们现在要放马 它是 inspection station 检查站 哦,它这边还设一个检查站 哦,它在检查 看有没有毒品啊 有没有偷渡啊 因为这里离那个沐溪都很近 哦,不远的 对啊,离那里蛮近的 不远的 它就牵着一只狗 但可能就是 吴恩看有没有毒品 看有没有 很特殊的东西 刚刚过那个检查站呢 也不能拍 然后 它只是问问看 我们是不是公民 那看看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 然后没什么问题 它就让我们过了 其实也很简单 它可能 我在想可能抓一些透渡的 或是看有没有藏毒品 因为它有狗在那边问 好啦,我们大概在一两分钟就到了 到了,就在前面 我们先来游客中心 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 我们先去游客中心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说来这边的攻略 来这边玩的攻略啊什么的 或是该注意的地方 该去的地方才不会错过 这其实蛮重要的 对我们旅行来讲 因为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完全不认识 去到游客中心呢 它就会跟你解释 然后解释得很清楚 很不错 哇,还有人开房车到这里了 这里就是游客中心 我们去拿一下地图 然后看看 呃,这边有什么information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跟你讲说 有一些国家公园可以去 我们现在在这个台沙国家公园 我们有买年票 所以买了年票之后 任何的国家公园 它都是免费的 非常值得 前面就是入口 尤其如果来美国旅游 如果买一个年票的话 其实是很方便 因为很多国家公园可以去 那一年像我们买的话才80块 它一台车25块 摩托车20块 那如果说Per Person的话是15块 这里面其实很大 然后我们是开车进来的 等一下呢 我们就去找到那个有白沙的地方 下去看一看走一走 哇,这里就很靠近了 哇,真的是白色的沙耶 哇,这里真的是你看 这就很靠近 两边都是白色的沙 等一下如果说有地方可以停车 我们可以走进去 看那个一整片的 那一定更过瘾 那一定更过瘾 这个路呢 都是白沙 你看这里就很大一片 哦,前面就很漂亮了 好,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哇哦,你看前面那一大片 这旁边也是 这里实在太漂亮了 你看 一片白沙 像下雪一样 对啊,像整个下雪一样 太美了,这个风景 你看这停车场整个都是白沙 哇 我们去走一下 从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呢 这就可以经由这个站道 走到里面去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哇,这里讲解的就是 在这个里面的一些动物 虽然在这里面呢 没有什么食物 但是动物还是可以在这边生存的 有些动物啊,有一些植物 你看它这个植物都可以生长 在沙里面它还可以生长 哇,很多的那种蜥蜴啊 哇,还有像 类似像蛾之类的 走这个步道呢 要能够装备齐全 所以你们来这里呢 一定要记得 太阳眼镜一定要戴 因为它是白色的沙 非常的刺眼 然后帽子呢 也是必备的 所以我今天带了一顶大的帽子 哇,我们 到了这里看到一大片的沙丘 赶快要下来走一走 这里就是停车场 你看这里就一大片的白沙 我一定很过瘾 我们赶快去看一看 我光这样看我就觉得很兴奋了 很喜欢 我们要走路穿过这一片有长植物的地方 前面那里,哇 最漂亮的是因为它没有植物 所以应该就是一整片白沙 你看已经有人在那边拍照 这里真的很适合来拍拍照 哇,这个眼睛看到的跟镜头看到的应该不一样吧 很漂亮耶 哇,你看 这一片的白沙 哇,很漂亮耶 三门 三门 很赞齁 三门从来不戴帽子的 今天帽子不得不戴起来 哇,真的是 一片的白沙 很大一片耶 这沙好细喔 这个沙 非常非常的细 这个 哇,这个沙真的很细 很细齁 哇 很细很细 哇 今天为了要走这个白沙呢 所以我穿拖鞋 这样比较方便 我就是为了想要来体验看看 不穿鞋在这个白沙上的感觉 诶,它不热耶 它的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然后不会很烫脚 哎哟 哇,这沙真的是非常的细 诶,这个出我意料之外 这个沙非常的 踩起来呢 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踩起来就是很柔细 很柔软 有飞机的生意 刚刚飞机有飞 哦,又一架飞机 连续两三架飞机 或许这附近有什么空军基地之类的吧 哇,你看这个天空好蓝啊 好漂亮哦 这个景象呢 会留在我的脑子里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特别喜欢沙滩 然后这个白沙呢 又很漂亮 又跟海滩又不一样 它整个都是白沙 我们很喜欢去海边 然后就像我们喜欢去泰国那个恐怖的小岛 它就是很多的白沙 但是恐怖的 恐怖岛的沙呢 没有这个这么白 它稍微黄一点点 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白 很难得 这个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 最白最白最白的沙 你看前面的云 哇,好漂亮 你看随便一个景象 我都觉得太漂亮了 太值得来了 哇 这次安排来新墨西哥州 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这个白沙公园 那这次我有拍到这个白沙 我就很开心了 你看 这么好看 然后你看前面那个人 他们拿那个板子来划沙 如果你有来的话也可以这样子 哇,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哇 你看这种白沙 配上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哇,多漂亮啊 真的每一张照片 你都可以拿来当风景照的 很漂亮 三门来照几张相 好看 好看 你看到这个白沙公园的地方 找到这种白沙公园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的地方 好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白沙公园要来哦 很漂亮 拜拜